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这个本期大师观察来观察吧,目前S1的女巫阳某人,画家祭司拥兵加上机械 这般先知是没毛病的,但是画家这个点打女巫效果一般呢 不会特别好,不会特别好,上来第一个点的话,这边祭司看见了,露了个头,但抓祭司收益很低的 不会真要抓祭司吧 抓祭司 难呐,这个局抓祭司还是回忆的祭司 没先知,要最好是前期两性图包一下,打一刀,然后放狗带走 但是放狗女巫在面对祭司的时候特别是有棉镇的祭司,你这个狗也不太好放啊 有点难打,只能说有点难打 那就看这边老杨他能不能拉一刀来,找到这边的画家,画家,画家还行,画家的话前期女巫来抓画家还是不错的 这边过来打一个娃,一刀娃打掉 然后接是爆点 嗯,佣兵是捡了圈来帮忙销信徒 这里,这祭司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这个祭司,这个,这个信徒只能送掉了,不要了,不要去管他呀 管这个祭司,这局还怎么打,这局不能打下去的,我感觉他这个,应该是稍微,稍微干扰一下吧 然后再去找其他人,这抓祭司真要抓,这刀,动消耗完了,反身过来拉,想拉傭兵,拉不到 一个信徒追着两个人打,虽然说能干扰到外面两台密码机啊,傭兵跟祭司 但是你要不要忘了,这祭司修的飞起啊,第一台密码机已经亮了 画家这台也已经差不多了,这边再来补个信徒给到画家 画家翻下来看这边有没有机会能捞一刀,原生就从这边跟过来的话应该是要停了 没停这边也抢不了这个窗,这刀应该打不中,打不中的话算了吧 果然这边来找祭司了,祭司的娃娃在补他娃娃的遗产级 这个局密码机很快的,这个局密码机很快的,这个局的话已经是偏向于一个私人开门寨了 这边捞一刀,往前走,应该祭司应该是往毒洞方向进去 然后利用这边的毒洞的板加上毒洞的二楼来进行一个最后的牵制 倒的话,他这边甚至可以往二扛一刀的 这往二如果能扛一刀相当于一个先制 哎,刀片,切,切闪过来,再打,好的 那这波打完,我感觉老杨是把前期的劣势打回来一些 但是怎么说呢,他并不是一个优势现在,因为现在密码机特别特别的,丢的特别多 我们可以看看密码机,对吧 这四台密码机都是已经过半的 这个局只能是通过这波地压师,幸好这边有个地压师 如果没这个地压师,我觉得可以下一个判断 就是这个局是趋向于一个穷人者四众开门寨,然后争取多跑的一个节奏 有个地压师嘛,还好说一说 因为这里的话,这个地压师,然后离刚才介石娃娃的遗产界也不是特别远 看有没有机会能够补防一波这密码机 如果能守住的话,还有机会 拦住佣兵,先打一刀,离一刀外一刀,打一个双导,佣兵这边 佣兵这边这块板子砸的有点伤了,牛屋这边很伤 这块板子如果不砸的话,应该佣兵必然是吃一个双导的,救下来 追一刀介石,给佣兵戏图补上 往外顶,然后这边,再追佣兵吗 20秒才有下一个闪现,先补性毒吧 补完性毒以后,佣兵的性毒正好去押住戒施娃娃的遗产界 局势上没来看,刚刚那波双导没打的话 穷者这里卡半救下这个戒施 那就能找机会去盘一个私人开门战了 找机会去盘一个私人开门战了 这里来追佣兵,将佣兵的道具消耗掉 中场密码机押住,互必消耗完 这里小铁已经是拉脱了 看一下小铁这边,倒在这个位置 补过来,一刀倒地,好的 那这边再将这个,秘码机点亮了 我去,这秘码机啊,还是没管住 闪现一刀打 这一波还是因为刚才没有打到一个佣兵,一个双导 所以说他为了要争取后面的一个节奏 是没有选择去管秘码机 而是想去打佣兵,一个双导 但是最终还是队友 因为那条密码机本来介石我还修过一段 然后介石本体也修过一段 本来好像看下去就最多只他百分之三四十的 后面补的话 佣兵在那边摸了一根阵 如果佣兵状态补满的话 这个局很有机会啊 牵起来二挂介石先挂上 然后这边的话往前顶 往前顶 画家这边画已经是补出来了 三十九 过来 画家这个位置不太好走 这画家得倒 倒完以后 要去看机械师那边有没有反应 对,有耳鸣的 主要防的是什么 防祭司 祭司一个洞过来偷人是最可恐怖的 佣兵这边也要来吗 佣兵这边要来 先打祭司 好的,这边救下来 再打一刀佣兵 再打一刀 对,这刀佣兵打完以后 这两个人就难受了 这边要强行把这个机械师的信徒削了 削完以后佣兵再去捞人 信徒补 往那边补上 这个局由于这边穷者来救 好像是给到一些机会 这边闪现一刀 这样画家秒掉 nice 那边佣兵还是会倒的 这边再帮佣兵削信徒 祭司这边赶紧贴 一刀打 打中以后要 他这边好像是打了一刀削了信徒 那这边再拉过来 原生一刀过来 距离由上面有点晚的 机械师这个位置 能不能找到 有闪现的 但是有洞 穿洞 下板 刚刚好像看错了 这个信徒是没有闪现的 先给佣兵信徒补上 但是这里如果穷者这边 反向过去 把这个画家摸起来呢 局势还有的打 两边都还有的打 闪现过来 找见识 因为这些圣化飞 现在最重要 就对于你来讲 是需要淘汰掉一个穷者 祭司这边果然是拉了一个大洞 要把这边的画家摸起来 摸起来以后看 因为有两边的大洞的一个脸 傭兵这边先挂上 然后再用原生系统将这边的人击倒 看来不来得及 来不及 最终还是打成了一个平局 前期劣势比较大 然后那波地下射防守 那边没防到东西 虽然说开门战其实已经打得挺好了 但是由于有祭司的存在 祭司这个点 在这张地图打起来还是厉害的 还是厉害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